来看假日活动 台中市民政局连续五年举办全民演唱会 带来群星马拉松 最终场在太平平林森林公园 邀请多位艺人现场开唱 现在许多人一同来参与 又民众是跟着三五好友来伴起野餐趴 边听音乐边跟朋友聊天 嗨翻一整晚 同时市府也结合了公益 号召民众做爱心捐发票 而募集来的发票是全数捐给慈善团体 让活动更有意义 女子国乐团体开场表演 结合古典与现代音乐与舞蹈的演出 马上吵乐现场气氛 市府民政局举办的全民演唱会 最终场来到太平平林森林公园 市长林佳楼也特别前来 跟大家一起同欢 我相信我们的平林森林公园 启用之后我们希望多一点活动 然后把周边的设施做好 所以呢 刚刚包括里长议员都有在建议 市政府我想不只民政局 我们是不是各局处轮流来办活动 好不好 好 全民音乐会最终场 以静歌闪耀之夜为主题 主办单位邀请多位艺人轮番上台表演 吸引许多人 是带着全家大小一同参与 还有民众是跟上午好友扮起野餐趴 一边听歌一边聊天 气氛相当嗨 我们在野餐 对啊在野餐 哪个 来听野餐会啊 跟谁来一起 跟朋友 姐妹 我们的市民非常喜欢艺术文化活动 所以今天续拖 那么我们也期待哦 还有十一月中还有苏显达跟好几位 都是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 一样会来我们太平屯区的艺文中心 来表演 大家锁票请找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林执行长到我们市长旁边 全民音乐会也结合音乐与公益 号召民众做爱心捐发票 这些发票全数捐给慈善团体 同时贵宾与众人一同滚动 象征希望的大球 期盼这份关怀能够延续 让这天夜晚的平临森林公园 洋溢着温馨氛围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全民音乐近亦的 有些人许可良悟 疯独的 贿奏